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死定了 投保意外显一定会出事 陪朋友去婚纱店试礼服 旁边的一对新人也在试 那个新娘子讲 她看中了一款婚纱 再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个新娘子突然间冒出一句 老板 你算便宜一点吗 我下次结婚的时候再来你这里 坐在一旁喝茶的新郎 手都在发抖 还有下一次 为了娶老婆 她坚持买了三年的采件 中的最多也不过是两百块而已 所有人都嘲笑她 爱做白日闷 今天她终于把那个卖采件的女孩娶回家 另有目的 老婆对老公讲 老公 我肚子饿了 想吃饭 老公讲 想吃什么 我去帮你做饭 老婆讲 你做得不好吃啊 老公就讲 让我带你去外面吃吧 老婆回答 太远了 我懒得动 老公就问了 那我们打电话叫素食好吗 老婆讲 素食吃多了不健康 老公就说 那我去街上帮你买 老婆讲 你买回来 都冷了 对胃不好 老公就问了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子 你的讲说 我饿了 想吃饭了 我告诉你 男人就是这样子被逼轰的 公车上有一名把手正在偷东西 后面有一个太太跟她讲 不要偷啦 她的钱都在我的包包里面 这个小偷啊 转过身跟她讲 失敬 失敬 原来是前辈啊 这个太太跟她讲 不 我是她的老婆 她身上没有钱的 有一个客人来买可乐饼 就跟店员讲 可乐饼一份 这个店员说 我知道啦 他把可乐饼装在纸袋里面 结果装袋子的时候不小心 可乐饼掉到地上了 这个店员讲 不好意思啊 我马上准备一份新的 这位客人讲 掉下去的也没有关系啦 包起来好了 这个店员觉得很奇怪 这个客人就跟他讲 因为是我上司要吃的 不是我 这个就是只为自己 不想这别人 报复自己的上司 我跟太太结婚四十年了 不管走到哪里 我的手都紧紧地握 牵着她的手 有人说 哇 你们的感情真的很好耶 不是感情好 只要我一松手 他就去消瓶 有一个罪汉不慎 从楼上摔下来 引来很多路人在那边看着 猜测这个人到底是 从哪一层楼掉下来的 结果这个罪汉 就慢慢爬拉起来 一个警察刚好走过去就问罪汉 发生什么事 罪汉讲 不知道耶 我也是刚到 哦 你